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再录一期不消BB 我们这一期的不消BB 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底大一集是不是压死人呢 之前如果大家看那个CAMERALOGIC的节目 就知道有一期标题是底大一集压死人 然后严伟同学被喷得不行 很多键盘挡啊 然后一些不懂相机原理的老法师啊 围攻他 但是呢 他那个节目里面一直在刀逼刀 刀逼刀也没有看些实际的证据 所以呢 我今天就决定帮他把这个证据 这个东西做完 我们只做实拍不消BB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底大一集是不是压死人 那首先呢 我们先铺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啊 大家都知道我们市面上很多各种各样的相机 他们这些相机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画幅不一样 什么叫画幅 大家可以看到 最左边呢 这个是索尼的A7RM2 它是一个全画幅的微单相机 那中间呢 是索尼的A6500 6300或者A6000都可以 反正都他们都长得差不多 它这个相机是一个APS-C画幅的相机 那右边呢是一个松下的M43画幅 Micro 432的相机 从图片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中间一个发蓝发绿发紫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相机的感光芯片 因为有了这个感光芯片CMOS 相机才可以接受的光线 把这个相片记录下来 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胶片嘛 现在都是数码相机 但是不同相机呢 它这个CMOS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已经把这个相机的躯壳去掉了 把它对比放在一块对比看一下 那这个大小是不一样的 那我再放大一下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画幅的一个底 那么这是一个APS-C画幅的底 那么这是一个M43画幅的底 可以看到全画幅的相机呢 它这个CMOS要比APS-C画幅要大一圈 M43画幅呢要比APS-C又小那么一圈 但是也没有小太多啊 这个有点不准确 因为我这是直接看着照片踩出来的 反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比例 就是全画幅要大一圈 所以说APS-C画幅比全画幅小一圈 M43画幅又比APS-C画幅又小那么一点 画幅小了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这是一张我拍摄的照片 它是一个全画幅的相机 加上一个55毫米的定焦镜头 进行拍摄的照片 大家都知道APS-C画幅比全画幅要小那么一圈 当我使用APS-C画幅的相机 在使用55毫米的镜头 进行拍摄的情况下 它就会呈现一个这样的情形 也就是说因为它小了一圈嘛 所以说它使用相同的镜头的时候 它就不能拍摄出那么大的一个画幅的一个相场 所以说它就好像结了一块一样的 那APS-C画幅 使用55毫米的镜头呢 就只能拍出来这么大一点 同样的 M43画幅使用55毫米的镜头来拍摄的时候 它就更小了 特别小 它就相当于把你画面剪裁了一样 因为它画幅小嘛 M43画幅或者APS-C画幅 在使用一个焦距的镜头的时候 它是有个叫做等效焦距的东西 什么叫做等效焦距呢 就是说我在使用 比如说APS-C画幅 使用一个镜头的时候 比如无数毫米镜头的时候 它等效于 它相当于全画幅 使用多少毫米镜头的视野范围吧 或者是视角 所以说那怎么计算呢 你的镜头的焦距 乘以一个叫做焦距转换系数的东西 不同的画幅 它有不同的焦距转换系数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有三台相机啊 左边这个是全画幅的相机 中间这个是APS-C画幅相机 右边是M43画幅相机 那你全画幅相机的时候 就不需要考虑这个焦距转换系数了 因为它都是一倍 如果你是用APS-C画幅相机的话 你需要乘以1.5 如果是佳能的APS-C画幅相机 你就必须要乘以1.6 因为佳能很坑 APS-C画幅的相机 它还缩水 缩那么一圈 所以它焦距转换系数是1.6 如果你是M43画幅 比如2084或者松下的相机的话 那你必须要乘以2 那这边是三颗镜头 最左边呢 这个是一个全画幅的 85毫米的F1.8光圈的镜头 中间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全画幅的镜头 但是我们暂时把它当作一个 APS-C画幅的镜头去用 那右边呢 这个是松下的M43画幅的一个 42.5毫米F1.8光圈的镜头 那我们分别乘以这个焦距转换系数 大家可以看到 全画幅乘以1等于85毫米 那55毫米乘以1.5 因为它是个索尼的一卡口的镜头 所以说它是一个82.5毫米的镜头 那右边呢 这个是一个M43画幅镜头 所以说它又乘以2 它是一个85毫米的镜头 也就是说一个85毫米的镜头 55毫米镜头 42.5毫米镜头 它们分别乘上自己画幅的 焦距转换系数 它们其实是相同的 焦距差不多85毫米左右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讲 虽然它们都是等向接近于85毫米 同样它们都是一个F1.8光圈的镜头 松下这个是F1.7光圈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F1.8光圈的镜头来用 它们这三个镜头 在分别挂在不同的相机上 使用或者是拍摄出来的效果 它是相同的吗 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些实拍的照片 可以看到这边呢 我分别拿了一个全画幅的相机 一个APS-C画幅的相机 和一个M43画幅的相机 分别搭配了之前提到的三个镜头 它们等效的焦距呢 都是85毫米左右 使用它们在相同的距离进行拍摄 得到的照片呢 视野应该是接近的 所以备受目标的大小 应该是几乎完全相同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照片拍摄的效果 首先呢 我们要把所有的照片的设置调整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6300的照片 然后有A3R的 还有这个GEM1的 那因为这三台相机的分辨率都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统一的做一下调整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配置呢 是使用的Adobe Standard的这个相机校准 同时我们把颜色 减少杂色这一部分的颜色全部去掉 这时候Adobe就不会使用一个降噪的算法 那如果放大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彩色的噪点比较多 但是这样是可以保留 它CMOS原来的一个噪点水平的 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同时呢 我们把启用配置文件这个全部关掉 那因为有些镜头它是有配置文件的 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些校正 那么我们把这个镜头的校正也关掉 这样呢 就是所有的照片都是 基本上可以说是原始的状态 那因为M43画幅 它是一个4比3的画幅啊 所以说它跟A6300和A7R的这个比例 画幅比例不一样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 好的 那我们全部导出并且使用个1600万像素进行导出 那么1600万像素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可以看到4592乘以3448 那么我们统一导出成4600吧 我们把长边设成4600吧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所有的照片横屏比起来的话 还是比较公平的 那么好的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分辨率 大家可以看到分辨率是相似的照片的一个对比 那么就会比较公平一些 好的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边是一个A7 索尼的A7R II 右边是松下的GM1S 他们左边的索尼呢 使用的是一个Battis 85毫米F1.8的光圈 右边松下的机器使用的是 松下的42.5毫米F1.7光圈 它虽然是一个42.5或者是43毫米 但是它相当于全画幅的一个85毫米 也就是说M43画幅它的焦距要乘以2 43 42它乘以2大概就是85 我在相同的位置去拍摄这两张照片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人物的大小是相似的 因为M43画幅它是一个4比3的画幅嘛 A7R II它是一个3比2的画幅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高一点 你可以看到是人物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这时候都是在F1.8光圈 快门速度是100分之1秒 ISO是1600的情况下 曝光参数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时候来对比一下这个胶外 什么叫胶外的 就是后面这个光斑 非常明显的是 A7R II 它使用Battis 85毫米 F1.8光圈的一个镜头 要比等效于85毫米 但是也是F1.7光圈的这个光斑要 就是大很多 柔化很多 那你可以看到 虽然同样是一个F1.8 F1.7的光圈呢 它得到的这个胶外并不一样 我拍这两张照片的时候 是在相同的距离前面拍摄的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虽然你用的都是一个F1.8光圈的镜头 但是一个全画幅的相机和一个M43画幅的相机 它并不能得到一个相同的虚化的结果 那么我们再看一张什么照片 我们再看一张A7R II 在F3.5光圈下进行的拍摄 那么大家都知道 F3.5是比F1.8光圈要小个两档的 F1.8 F2.5 然后F3.5 那你可以看到ISO这时候变成了6400 因为光圈小了以后 你为了保持相同的快门速度 想要维持相同的曝光的话 你必须要ISO提高两档 ISO提高两档 ISO16 提高一档是ISO3200 再提高一档就是ISO6400 就是乘以2 这时候我们再对比一下 这个胶外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这两个胶外的大小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比较一下 A7R在不同光圈下的一个尺寸 左边这边是F1.8光圈 ISO是1600 右边是F3.5光圈 ISO是6400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光圈的表现 可以看到明显的 F1.8光圈的镜头是要比 F3.5光圈的这个胶外 是要大一圈的 所以说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M43幻幅 它不光是焦距要乘以2 你在F1.8进行拍摄的时候 它只能够得到全画幅相机 使用1.8光圈的镜头 在F3.5下的效果 所以说你的光圈也要乘以2 F1.8光圈 1.8乘以2是3.6嘛 跟3.5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效应 好 那我们再比较一下A6300 大家都知道 索尼的A6300是一个APS-C画幅的相机 APS-C的画幅 比M43画幅还要大一点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APS-C画幅下 在1.8光圈下的表现 那左边的A6300 使用的是索尼的菜思 55毫米F1.8光圈 那55毫米乘以 索尼的焦距转换系数是1.5 它就相当于82毫米 那它就比85毫米稍微短一点 但是差不多了 反正大家将就看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同样的是1%的快门 F1.8光圈 ISO16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胶外 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是 F1.8光圈 在APS-C画幅相 相机上 55毫米的时候 会稍微比 M43画幅要大一点点 不是特别明显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是大一点点的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APS-C画幅 转换成全画幅的焦距 是要乘1.5的嘛 M43画幅要转换成 全画幅的焦距要乘以2嘛 两倍要比1.5倍要大多少呢 它其实大了1.33倍的 大家可以做下这个算术 相比于APS-C画幅 比全画幅的这个 1.55倍的比例 M43画幅比APS-C画幅的 一个1.33的比例 就没有那么特别明显 那跟M43画幅 跟全画幅进行对比的 又是比较小了 M43画幅比全画幅的话 它是一个两倍的比例 就比较明显 我们这时候再把APS-C画幅 设置成F2.5光圈 因为F2.5比F1.8小了一档嘛 所以说ISO必须要提高一档 它才可以达到相同的曝光 那我们这时候再看一下 这个光斑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光斑的大小呢 是就比较接近了 你可以看到 就是M43画幅 使用F1.8光圈的镜头呢 它相当于一个APS-C画幅的相机 使用F2.5光圈进行拍摄的效果 你要是跟APS-C画幅比的话 你就乘以1.33 你要是跟全画幅比呢 你就乘以2 这边是全画幅的一个F3.5的光斑 大家可以看到是相同的 所以说你手里的M43画幅的F1.8光圈 真的是F1.8光圈吗 其实不是的 你的效果是跟全画幅的F1.8光圈 是差得非常远的 好的 我们刚刚看了一下M43画幅 和全画幅和APS-C画幅 它在使用相同的光圈的情况下 交外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可以知道 M43画幅在使用F1.8光圈的时候 虽然它等效焦距一样 但是它的最终拍出来的效果呢 跟全画幅的85毫米F1.8的 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它的背景的虚化程度是不一样的 它差了两档 也就是说M43画幅使用F1.8光圈 在等效焦距下面 相当于全画幅在85毫米F3.5的光圈的效果 那现在呢 我们再看一下 不同的画幅 它的ISO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左边是A7RM2 使用的是Bartis的85毫米F1.8 在F1.8光圈下 快门是四百分之一秒 ISO是6400 右边呢 是松下的GM1S 使用的是42.5毫米F1.7的镜头 在同样的F1.8光圈下 快门四百分之一秒 和ISO6400下面进行的拍摄 当我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不清楚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啊 因为这个网站上会有压缩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全画幅在ISO6400的情况下 是非常的干净的 那M43画幅的时候 就噪点 彩色的噪点也很多 黑白色的噪点也非常多 它可以看得比较明显 然后这个发丝的细节就特别明显 M43画幅这个细节 已经丢失了非常多了 但是全画幅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发丝也是根根分明的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我再放大一点 那么我这时候已经再放大一点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 那左侧的是全画幅的相机 那右侧是M43画幅相机 你可以看到这个M43画幅相机的彩色噪点 已经崩了 已经没法看了 但是全画幅这边的细节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你可以看一下 包括这个细节 你可以看到嘴唇上 直接就这边红绿噪点 都已经不行了 对吧 所以说呢 M43画幅在6400的情况下 跟全画幅的6400是完全没法比的 这个噪点水平是必要的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M43画幅相当于全画幅 降低两档光圈的一个背景的虚化的效果 那么我们这时候把全画幅的 ISO提高两档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现在左边的这幅画面是A7RM2 它的ISO提高了两档 ISO6400提高一档是ISO12800 再提高一档是ISO2560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ISO25600 那为了保持这个光圈不变呢 我把快门速度提高了两档 4百分之一 加快一秒就是八百分之一 再加快一下就是16百分之一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左侧的全画幅呢 它是提高了两档的快门速度 然后提高了两档的ISO水平 那我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这两张图片 在这种情况下的噪点水平啊 是非常相似的 那可以看到这个 法斯细节是 差的不太多 都是细节丢的比较多 那因为M43画幅呢 因为它这个1600万像素的 这个SIMOS已经比较老了 所以说 它跟索尼的最新的 被照式的SIMOS 就是性能比还是会差一点的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虽然说噪点水平差不多 但是它其实画质会更好一些 那这样比可能有点不公平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M43画幅在ISO1600的情况下 它是 其实是相当于 那个全画幅相机 在ISO25600的一个画质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嘴唇上 A7RM2 它这个红绿噪点也很多 那刚刚我们测试了 一个A6300的水平 那我们这时候 也再看一下A6300的一个水平 左侧呢 是A6300在ISO6400的情况下 进行拍摄 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比较明显的是A6300 它的这个噪点的水平 要比M43画幅低的 可以看到比较清楚 可以看到这个阴影部分的话 这个噪点控制的比较好 跟M43画幅比是 好一些 好 那我再把左侧的 换成A6300的12800 这个可以看到 12800 那刚刚我们看这个 背景的时候是 APNC画幅 跟M43画幅 是大概差了1.33吧 大概相当于一档左右了 那么我们这个ISO水平 也差了一档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噪点水平 那就我的肉眼来看的话 这个噪点水平是 非常相似的 大家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M43画幅的 它在ISO6400的情况下 它相当于APAC画幅的 12800的一个画质 所以说这就是 底大一级到底压不压死人呢 底大一级确实压死人 不光是你焦外 尺寸是不一样的 你的ISO噪点水平 也会低两档 你可能觉得 自己的F1.8光圈很大 实际上 跟全画幅比的时候 不仅焦外比较差 而且ISO水平也比较低 所以说 我们经过刚刚的 照片的对比 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结论一是什么 等效光圈 那么这三个镜头 刚刚已经看到了 一个是全画幅的 85毫米 1.8光圈 一个是APAC画幅的 55毫米 1.8光圈 一个是M43画幅的 42.5毫米 F1.8光圈 这时候 它相当于 全画幅的多少的 光圈的效果呢 乘以1.5或者1.6 或者乘以M43要乘以2 也就是说 虽然M43画幅 这边右边 42.5毫米 F1.8光圈的镜头 但是它相当于 全画幅 85毫米 F3.6光圈的镜头 拍出来的效果 对啊 刚刚大家 那些光圈 那些背景的虚化的光斑 大家都可以看出来了 那么如果一个 55毫米 F1.8光圈的镜头 它在APAC画幅的机身上 它相当于是一个 F2.7光圈的镜头 它就不是一个 F1.8光圈的镜头 拍出来的效果 肯定不是全画幅 F1.8光圈 拍出来的效果 第二个我们得出的结论 就叫等效ISO 那同样还是这三颗镜头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 它们的曝光 快门一样 光圈一样 ISO一样 都是6400 那么不同画幅呢 乘以它的这个 交际转换系数 也就是说 交际转换系数呢 其实它也是一种档位 虽然说APAC画幅 要乘以1.5 但是其实它的光圈 实际上是降了一档的 M43画幅 比全画幅 交际转换系数 要乘以2的话 它实际上是 ISO是降了两档 乘以4倍 档位是乘以2的嘛 M43画幅 你可以看到 右边ISO6400的情况下 它不降档的时候 ISO6400的画质 基本上相当于 APAC画幅 降一档以后的画质 也就是说 ISO6400要乘以2 ISO12800这样的一个画质 同时呢 它还相当于 全画幅的相机 降两档的画质 ISO6400它乘以2 变成ISO12800 再乘以2 变成ISO25600 全画幅的相机 在ISO25600的情况下 它相当于 M43画幅 在ISO6400的画质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 一个结论是什么 全画幅相机 在使用F2.4光圈的 镜头的时候 在ISO3200的情况下 它的曝光 是跟M43画幅 F1.2光圈的镜头 在ISO800的情况下 是一样的 表示它的亮度是一样的 曝光是一样的 快门速度 这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 全画幅在2.4光圈的时候 它的虚化效果 和噪点的水平 跟M43画幅 使用F1.2光圈 在ISO800的时候 背景的虚化 和噪点的水平 是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大家都知道 一个镜头的光圈越大 它越贵 那么一个2.4光圈的镜头 它的价格 肯定跟F1.2光圈的 一个镜头的价格 是不一样 我们接下来可以看 上面呢 我想认识的人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 索尼的A7的相机 它是一个 比较早的一个 索尼的全画幅的相机 搭配的是 55毫米的 蔡司1.8光圈的镜头 下面呢 这个是松下的 比较新的GX8 搭配的是一个 阿里马斯这个镜头 也是比较新 25毫米 F1.2光圈的镜头 A7 现在二手市场的价格 是5000块钱左右 搭配一个 55毫米的 蔡司镜头 F1.8光圈 它是4000块钱 二手市展上 那么我们算出来的话 它可以 全画幅排出来是 相当于55毫米 F1.8光圈 因为它没有 交际转换系数嘛 它就是原来镜头 是什么规格 它就是什么规格 那得出来是一个 9000块钱的价格 你有9000块钱 你可以拥有一个 55毫米 F1.8光圈的一个效果 F1.2光圈 这个镜头 那是才出来的 所以说还是比较贵 这个镜头要9000块钱 那乘上一个 交际转换系数 那M43号要乘2 所以说它相当于 得出来的一个画质 是50毫米 F2.4光圈的一个效果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13000块钱 你拿到了一个 是一个F2.4光圈的效果 你还没人家 9000块钱的效果好 我就不说 还有比较便宜的 你像55毫米 蔡司这个镜头 还算是 这个焦段里比较贵的 你要说去买 适马的F1.42的这个镜头 才3000多块钱 我就不说佳能 那个小弹 于50毫米 F1.8光圈 那个STM的镜头 才要500块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对于M43画幅来说 这个大光圈的镜头 这个性价比是 非常的差劲 同样呢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看啊 下面这个镜头 是佳能的 17到40毫米 F4光圈的一个 红圈的镜头 这个镜头呢 很多的 佳能的API-C画幅的 入门用户 非常喜欢买 因为它是个红圈 它乘以交际转换系数以后 它是相当于 一个挂机的焦段嘛 27毫米到64毫米 这样一个 比较常用的一个焦段 但是呢 它是一个F4光圈的一个镜头 所以说乘以 交际转换系数以后 它等效光圈是F6.4 上面呢 这个是适马的 18毫米到35毫米 恒定F1.8光圈的镜头 那同样呢 它也乘以1.6的 这个交际转换系数 它就相当于 29毫米到56毫米 F2.9光圈的镜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镜头 其实价格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适马这个镜头 是相当于 等效2.9光圈的一个镜头 那你去跟一个 F6.4光圈的镜头 怎么比吧 所以说 为什么我之前 有抨击过很多人 佳能的这种 小白用户 要买一个17到40毫米 这个F4光圈的镜头 就是觉得有点傻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这个你等效光圈出来以后 它是F6.4光圈 你怎么去跟一个 F2.9光圈的镜头去比 那种虚化效果 那种ISO噪点水平 是完全没法比的 那这台相机呢 是索尼的比较经典的 RX10系列 官方宣传它呢 是一个等效 24毫米到200毫米 焦段 恒定2.8光圈 但是它真的是 2.8光圈的镜头吗 大家都知道 这个RX10系列呢 是1英寸的CMOS 那1英寸的CMOS 它的等效转换系数 是2.7 所以说 经过我们 刚刚的这些讲解 它一个F2.8光圈的镜头 乘以2.7 它实际上相当于 是一个恒定 F7.6光圈的镜头 你真的以为 它就跟那种小小白 小白那种 恒定2.8光圈的 大长炮 拍出来效果一样吗 肯定是不可能的 你们一定要考虑到 这个等效转换系数的问题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F7.6光圈的镜头 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是 同样很经典的RX100系列 所谓的黑卡嘛 最近很多人 不知道是被媒体宣传 还是怎么 就觉得黑卡 好像就很牛逼的样子 黑卡呢 这个相机官方宣传 是24毫米代 70毫米 第三代和第四代之后的 这个镜头的规格 它是一个F1.8光圈 到F2.8光圈的一个镜头 因为它是一个变调镜头 所以说它长焦端 在70毫米等效的时候 它是一个F2.8光圈 同样的这个RX100 它是一个1英寸的CMOS 所以说它也要乘以 2.7的一个等效转换系数 这个镜头呢 它是相当于一个 F4.9到F7.6的一个光圈 下面这台相机 是索尼的一个5100 就是它们比较经典的 API-C画幅相机 搭载的是一个 它们同样很经典的一个套头 就是16到50毫米 F3.5到F5.6光圈的一个镜头 那大家都知道 API-C画幅在索尼上 要乘1.5 所以它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 F5.2光圈 到F8.4光圈的一个镜头 那么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F5.2比F4.9 其实也没有小多少 对吧 F8.4比F7.6 实际上也没小多少 对吧 所以你看 经过这么一个转换以后 一个F1.8光圈 到F2.8光圈的一个镜头 马上看起来这个规格 就跟一个套头的规格差不多了 所以说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 你的机器的画幅 它其实是会影响到 你这个光圈的效果的 乘上这个等效转换系数以后 你会发现 以前看起来很牛逼的一个相机 F1.8或者F2.8光圈的一个相机 其实也就并没有比 一般的套头好 特别好 同样 某些手机厂商在宣传 它的手机的镜头 是F1.8光圈 F1.7光圈 对吧 但是手机的CMOS 能跟相机的CMOS比吗 大概就半个支架盖这么大 你以为这个F1.8光圈 它真的就是F1.8光圈的镜头吗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想一下 大家以后购买相机 或者是购买镜头的时候 考虑性价比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这个 交距转换系数 API-C画幅的相机 你的一个1.8光圈的镜头 并不是一个 真正的1.8光圈的镜头 你一个M43画幅的相机 的1.4光圈的镜头吧 它并不是一个1.4光圈的镜头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全画幅 一个2.8光圈的一个效果 反正大家以后买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这些东西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所以说抵达一级 到底压不压死人呢 确实压死人 但是不代表M43画幅就一无是处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 想听一下 为什么M43画幅 有它存在的市场呢 我下期会